會比較容易成功 所以他的前提就是你必須是一個開放的授權 大家比較願意co-work 好的 大家早 我是時代力量黨台立法院黨團的博弈 然後我今天穿這種陣子是因為我等一下去參加 中華參加婚禮 不過就是我們黨團跟黨部的同仁都在這邊 所以等一下有興趣參加這個 跳這個坑的話都有人在這邊可以問得到 那我們其實是希望說有一個網路的一個平台 是因為我們在進入立法院之後 很希望一直做到我們 之前在講的人民的立法院這些事情 但我們就是會希望說能夠 收集到更多來自不同地方 不同人們的對於 像是說在上面有一個可能是農業 對網路 對勞動等等的一個想像 那我們特別希望是說 能夠讓更多的人能夠來描述說 他希望台灣在2030年或是一個 Future date 他對於台灣的想像是什麼 那基本上一開始的想法是說 可以從按照討論次數來分不同領域的政策 那或是說按照他不同部會的編制來去看這件事情 那所以這個首頁一進去可能看出來就是這樣子 那可能比較多人討論到農業 因為可能鬼王跟秉倫他們在討論一些事情 然後網路可能就是這邊的人也很希望去討論這方面的政策 那當然你也可以去從就是說 從部會的編制 就可能是經濟部、農委會 就是台灣有非常多的部會 然後這邊就是每個人不同的提案 應該說是他在採出這個故事 然後他可能就有人講說就是他覺得 綠人發電視會來台灣的主導性能人員 然後或是說老公不用怕他領到年紀 因為有什麼事情發生這樣子 那每個人就是進來在網頁之後 他可以去做就是來瀏覽一下別人講了什麼事情 那他如果有興趣他點進去的話 他就會看到就是 這邊有個提案人 就是可能是用Facebook或Google找到登錄的一個樣子 然後這邊就是他的詳細的一個說明 就是說他希望看到的是什麼樣的模樣 那這邊我們是希望 特別是希望說束繩公眾的討論 所以說只要帶就是用點書或Google帳號登錄的話 就可以在下面繼續留言 或是把這個故事給講完 那當然就這邊可以帶Live 好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去講這個故事 所以在這邊可以說我想說故事 然後就基本的帳號登錄之後 你就可以就是 哈囉誰誰誰 然後你想說一個什麼的故事 然後這個就是你的一個 故事的一個開頭 然後這邊就是可以直接提交 那我們就希望說這個平台能夠讓就是更多人 能夠把它對於台灣外來想像 就是在這邊能夠公開給大家看到 然後大家可以去接力去把這個故事說得更完整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想法 那我們希望就是前後半工程式 UIUS設計師能夠加入我們 因為我很想把這個平台做好 謝謝